嗨 路哈都是全面喵咪大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九點的話 一樣有觀眾投稿時間哦 大家都可以來看一下啊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台版魔法少女小顏來啦好不好 那這一次的話 幻藍一新合作活動開始 我們就要看一下究竟有什麼一些 全新的東西哦 那裡面的話呢轉蛋池的部分呢 好像是 應該是都差不多吧 好像有一個新的是不是 就是這個超級叫小玉眼的 小細眼的貓咪 這個我好像這裡就沒有抽到哦 好像其實裡面的話 有幾隻尾都還沒有抽到 到時候如果有機會的話再來 看一下哦 那你們覺得哪一隻角色最好用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哦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好就是這麼一回事了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來繼續跟大家介紹一下 哇魔法少女小圓的關卡哦 我們看一下能打多遠是多遠嗎 這關卡有多少 那個五關好不好 這個也是 五關啊 這個也是五關好 那我們就速戰速決玫瑰圓 然後這邊的話 我記得用魔法少女小圓的角色 好像是會比較厲害一點點的 那我們就先用一下 不是魔法少女小圓的角色 來看一下打起來會不會怎麼樣 搞不好應該有可能會被 打到一個爆炸好不好 來看一下哈 魔法少女小圓登場了各位 這個合作的話 相信大家也是等了很久哦 必須自我介紹是吧 來撞給他死哦 這是我們的丟椅子的那隻 我記得這個好像 有三個星級吧 這個是最低星級的 所以就還好這個 就是各個魔女 那第三個星級開始的話 那關卡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難了哦 然後你可能就是 要要打贏的話 就必須要派出就是那個 小圓的那個部隊 目前看起來前面五關的話 應該都可以靠我們這個 大狂安士撞貓撞一下 因為這個 前期關卡確實是還蠻ok的哦 加油加油撞起來 沒問題再出一隻牙王 哇哇哇哇哇哇 哎這個量有點多哦 哈哈 量有點多 這一 這關的量真的是有點多哎 你看那個敵人 星星他們一大堆都一直瘋狂出來 要求 然後這次的話基本上 他是那個中遠距攻擊的角色哦 所以他會直接打到你的後排 也是頂麻煩哦 那可以拿到蠻多的XP的很開心 有一件事情 這剛好啊 一個一個小時多的那個時間 趕快先把它清掉 因為他之後 應該還有那個三星關卡之類的 哦這關感覺就比較那個囉 紅色敵人那些都出來了哦哎呦 沒那麼簡單哦各位 來了出事情哦 出事情哦 出大事哦 好這邊先把加速關掉 這關的話看起來應該也是先先好鬼吧 好鬼 LO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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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鬼是打一般性敵人的啦 哎這個這個椅子椅子法是 走的速度很快呢哦 啊不過他好像打不到好鬼好險好 沒問題穩住 穩住我們能贏 可以 他直接把我們那個 臘腸狗轟爆了啊 穩住我們能贏 nice 可以可以撞起來撞起來 這樣把超級冒冒叫出來應該就可以了 好繼續得加布 加速開起來 他的攻擊劇好像是炸不到那個好鬼的哦 所以就還好 應該是因為我們前排都有就是往前進啊這樣子 那他應該是只有夠中距離的那個位置而已哦 還沒到就是中遠 如果到中遠的話應該就可以直接打到好鬼了 這關好鬼先救世沒有問題 有一件事情 再見 好不好總共是五關啦 然後可以拿蠻多差P 目前來說 打到第四關 開始就有點感覺有點硬邦邦了好不好 所以這個 魔女的關卡啊 真的是也不太能就是 那麼掉以輕心哦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慢慢來了 他這次是直接出現了好不好 噁心的這個蟲蟲 哇一下就直接把那個 大款牆直接弄爆哎 夭壽哦還有細瘦老師 好這邊加速可能也要關掉 好都是一般性敵人囉 那應該 ok 一般性敵人交給好鬼炸 加油好鬼弄死他們 你們他這個位置基本上 打不到好鬼啊 好鬼好猛哦好鬼你好棒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轟爆那個 細瘦老師跟那個海豹 好鬼讚 nice 趕快趕快存到6000塊再叫那個 叫那個 黑瘦出來 可以讓他一下一海豹哎一下一海豹 那就用打死海豹的錢來叫那個 牙王出來就 ok 你看這是一下一海豹 哎沒有兩下吧 兩下一海豹的感覺 所以真的是兩下一海豹 然後待會下一只我們就帶那個 哦全部轟爛 帶好鬼哦不是帶那個 黑姐 不黑瘦了 沒問題 全部轟爛 轟爆轟爆 那目前來說他一定是有三個星級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說哦 魔女關卡這麼簡單 沒有他後面其實蠻難的 所以可能就要帶上一些那個 小園的部隊 因為小園部隊的話 他們會就是比較好解決那個魔女 這樣子哦 哎最近活動是一個接著一個哎 不是還剛結束那個嗎 消滅都市 那馬上就來這個 魔法少女小園 所以接下來會不會後面又來一大堆 不知道會不會有新的哎 如果有新的合作活動的話 那真的是 熱到飛天 哎 來先把這個給打死 哦玉書是來了 哦玉書是沒辦法暫停他哎 要求 好但是我們把他給打死了 等一下不 可以讓我先處理嗎啊 可以他意思是說讓他先登場 那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他已經登場了 好沒問題 那再來就是他的最後一關了 可以可以拿到超多的超多的XP 所以他最近有說哎 那個刷XP不知道去哪裡刷 這個關卡應該就可以刷了 因為他結束之後他可以 他拿到XP其實穿還算是蠻多的 那可以可以速刷一下這樣子 如果你體力很多的話 好哦黑色星星 這走很快呢哦 預述式暫停一下 最近對黑色敵人跟紅色敵人都有點小怕怕 你知道嗎 上次在馬丘比丘直接被弄爆 那真的是很夭壽好不好 那這塊的話基本上這個的話 我是覺得大陸有豪鬼的話 可以帶上豪鬼 因為豪鬼這個攻擊距離 是不會被那個椅子魔女給弄到的 好不好 不會被椅子魔女給弄到的話 就還蠻不錯的 可以做很多的一些就是那個 攻擊的手段 然後就是努力的把我們就是那個 坦克這些往前帶有沒有 就可以了 繼續補線 因為如果你讓就是他太快把 就是坦克打死 然後他馬上補過來的話 那也是頂麻煩的 好這關的話全部都是 黑色敵人 啊黑色敵人這邊也是頂麻煩 黑色敵人叭叭 好 放一下我們這個 太神破菜盾 我覺得就是雙方呢 就是那個補強都馬上補上啊 所以就 會讓我們自己角色不會太往前走 因為太往前走的話 有可能就被這個 椅子的給弄到 這樣看起來就是一個穩定的 就得加補得起來吧 得加補得起來 可以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他的攻擊距離是 沒有辦法打到好鬼的 所以盡量挑那種就是 好鬼這種的 攻擊距離的角色 就比較不會被那個椅子給打到 那不會被椅子打到的話 基本上就比較不會打不贏這樣子啊 就是可以在後面 慢慢繼續做輸出這樣子 那關卡的話各個屬性的角色都有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可以跟對那個 角度我覺得帶一些遠工具的就ok了 美女神絕對是ok的哦 好這邊是脫羅 final 沒問題解決 nice 拿到很多的那個錢哎 哦不是那個XP 然後這邊的話 果然你看有沒有三個星級的 所以到時候可能還是會再打一個 那個就是 第三星級的那個關卡給大家看哦 基本上應該是這樣哦 他這邊指定的是配配以外的角色哦 配配這關應該是不是那個吧 啊不想提的學姐區啊 學姐 啊這是我們那個感覺身體好清 啊幹 感覺身體好清是不是因為 哪一個地方不見了 太可怕了吧 哎呦哦來了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他 把學姐還來 你好壞 前面基本上我覺得 就是前面的三關卡應該都可以快速的通過 可是到後面的話可能就是 必須要那個了 就是必須要就是 一直一直慢慢叫出來了哦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次三個魔女的那個 大關卡 那基本上都有三個星級 那第二個星級的話 怎麼會自己試一下解決 我們到時候再看一下 就是第三個星級 會變得有多麼的 誇張恐怖這樣子哦 現在測試一下感覺他那個 工具應該也是咬不到好鬼的哦 哎沒有哎感覺會咬到好鬼 哎好像又沒有 到底有沒有不知道 呵呵 看這關很多漂浮敵人哦 啊是不是都沒死半隻啊是怎樣 這個這個大蟲蟲不知道是 是什麼屬性的 哎他咬到了哇 那這關可能比較麻煩哦 他會咬到好鬼哦 所以不能用好鬼方法來打這個 哎他應該是有屬性的角色 會不會其實也是漂浮 是的話就可以帶那個粉紅浩基出來了 漂浮大軍哎 後面還有超多 是那個貓頭鷹的哎 感覺他那個 攻擊真的是 看起來蠻遠的哦 好 把他解決之後應該沒什麼事情了 嗯來是 來來來沒問題 把他們給轟掉 把學姐還來 我看一下啊 這關如果我們用那個 粉紅浩基來打的話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啊沒體力了 好沒關係 那我們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目前來說的話 這一次哦 就是我們的 魔法少女小圓的活動又來了 那就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東西 那你們有沒有期待這一次活動呢 然後你們覺得關卡 哪一關你們覺得最難應付 或是最難去入手 或是最難去攻關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 好不好 那這一次啊 你們有沒有推薦的一些就是角色 你們覺得一定要抽的角色 也可以在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囉 那我們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視頻才見囉 大家拜拜 拜拜